高 就是他说我能打十个 这句话是要信的 是 好 那我们话不多说 直接进入比赛 东部主场的威方帝迎战西部 客场挑战的Hero9进 这是他们常规赛的第二次交手 BO5的第一局先办 先选的是威方帝 是 威方帝也是坐镇主场之后 这边优先选择自营在蓝色方 这个版本我发现逐渐的过渡之后 双方在这个班人选人的方面 有一点新的想法了 更多的是在为季后赛做出一个挑事 是 而现如今Hero9进 也是在通过常规赛 接下来仅存的不多的比赛当中 在进行尝试和阵容的适配 以便于季后赛拿出更好的应对策略 回方帝扳掉了姜子牙 而Hero9进这边扳掉孟奇之后 最后一手 扳掉了苏烈 苏烈 现在培青虎你用不用 其实这个策略我觉得很有意思 因为我们也都听说过 几时是个很努力很刻苦的一个选手 是 所以他可能在平常训练赛里面 疯狂地就打一个射手 我现在知道你不练培青虎了 我放给你 但是几时的培青虎 是他的英雄池当中 胜率目前来看 超过五场最高的 换了 要换白礼选策吗 你看就是刚才说的这个问题 经常不用了补你一个心态 是 目前几时所有英雄当中 选策出场次数最高 12个 12次 12次 就是说这个英雄 在培青虎 屡次被扳掉之后 他比较多能放出来 所以他的手感应该会更好 所以有的时候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也是一个很僵的一个问题 放出来之后 会觉得这个英雄很强势 但是 还是换点 因为我刚才在想一个事情 城下目前他在 英雄的使用当中还没有选过选策 所以卫方D可以把他放到后手来抢 我觉得这个包括像关羽这一点 而且选策和培青虎两个都在外面 你只能拿一个 这两个英雄说句实话 城下用的都不是他自己顶尖的那一类 对 培青虎城下用的还蛮多的 是用了八次 但是他最多的还是使用守月啊 元芳啊 以及马克波罗这一类 这一类还是他自己的顶尖的打野代表 可是虎放出来没有理由不强 是 再加上老夫子 目前 西西使用的也多 林芝使用的也多 两个人老夫子加起来一共使用了18次 而且老夫子这个英雄也是威方D的主要首强英雄之一 关羽和老夫子加上花木兰这三个英雄 威方D的双战士编路代表 这边 感觉到威方D在第一轮的选择上啊 教练组有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因为第一抢是想要去抢一个节奏型的打野 但是到了对方拿到了培青虎以及老夫子之后呢 自己反倒是选了一个推塔型的 而并不是杀人Gag型的 是的 可是在辅助位置上补了一个东皇太一 依旧是把之前选择百里选策的这套阵容的核心思路呢 也保留了一些 所以说拿到这样的一个核心思路之后 一方面是稳固了自己的一个进攻趋势 一方面是破掉了Hero久境自己最为擅长的一个打法 是 如果这首东皇给到Hero久境的话 Hero久境有可能会在接下来第二轮班的时候给你来手Gagang 其实这两手基本上在昨天的比赛里面 我们就发现 不会让这个组合同时出现了 对 胜率太高了 不单单只是Hero久境 整个KPL的队伍当中使用到这套组合的都不差 因为都给你定点输出了 没有理由大不中 对 他的这个命中率会极大的做一个提升 但Hero这边还是拿到了团战控制性比较强 首先有一个强开的老夫子 加上一个反手的张飞 Hero在团战中先确立自己的一个阵型优势 然后双方都没有确定中路的位置 所以Hero久境接下来这一手是先办先选的 先把武则天搬掉 然后自己在接下来的这一顺位流出几个法师 看他了 对 其实这个是Hero最愿意看到的情况 因为他是有优先选择法师的权利 如果你想要搬掉我的干将 意味着在这个中路法师英池中 我们在这一轮会放掉三个 我再拿掉一个就是四个 那其实对于威放蓝博这边 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限制 还没有 这边还是不上你的套 威放帝想要放出花木兰来 没错 而Hero久境直接给你搬掉 你不要想 如果我这边搬掉一个法师再拿个法师 你花木兰一手选择 我这条边路很难给你抗 是 所以我把威放帝搬掉杨姐之后 我想放出花木兰 如果Hero久境这时候要抢法师的话 我反手可以拿个花木兰出来 如果Hero久境抢掉了花木兰 那么你肝僵你就别想拿 是 所以现在威放帝 两个教练和Hero久境的教练 都是在场上通过第二轮的BP 进行一个博弈 再搬一个边 是 威放帝搬位给到了双边 Hero久境搬掉了一中一边之后 接下来放出的中路法师英雄 还是比较多的 是的 而且我觉得现在版本 东方太一自己已经成为了一个合格的蝙蝠英雄 对 我觉得这一点出来之后 其实对于阵容的一个BP上面 会增加很大的一个博弈性 到后面其实他有很多的变化可以选 不仅说把这个位置固定在辅助了 Hero这边会不会直接拿到自己的甘江梦言呢 蓝波和九成的英雄池重叠非常深 比如说银阵 杨玉环 甘江 武则天 都是他们非常擅长使用的 而且出场率都是他们的英雄池当中最高的 对 甚至于不太 之前出场的不多 但是也出场过的不知火舞 也是两个人故意的 蓝波使用了三次不知火舞 而九成的话使用了两次 这两次九成是全胜的 蓝波只获胜了一次 这其实对于Hero来说要不然不拿出来 拿出来的话也能打出不错的效果 他们一个阵容切换还是不错 但这一手 很想一手刘邦 Hero酒精想要在把中路放出来的情况之下 最后把中路作为一个counter位置 等待威方D的选择 看威方D选什么 这一手如果要补一个张良的话 可不可惜 其实张良包括嬴政 甘江三个点都在外面 这个英雄池是非常丰富的 两个人谁选都可以 还是补一个远程poke型法师 因为甘江他一个甘江在这里 给你定点捏一个人 如果你再补一个张良的话 就有点重复控 可是Hero酒精接下来这一手可以选 就是拿到了刘邦之后 首先保住了这个 陈琼谱切入的一个安全性 另外一定程度上也补出了一定的输出 但是威方这边反手拿到了一个白起 瞬间在第二手控制上 补了一个开团 而且还有一个后手控 是有一个后手的保固 这样的话在稳定性上 威方D也做出了一定的针对 而且在输出方面 正面你要强行打的话 嬴政的输出是不能够被随便抵挡的 张飞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控制掉的英雄 Kero酒精搬掉了武则天之后 这手张良其实是可以选的 因为昨天的比赛 我跟大黄有说到过这一点 张良如果在没有武则天在场的时候 他几乎是不会受到什么限制和影响 因为武则天大招 可以在他放大的时候 打断他 而且一技能的第二 就是攒的第二次 那个被动会比较长 对比显示的距离再长那么一点点 很容易碰 穿过张良的法阵碰到他 这个也是武则天能够威胁他的地方 那么这手要不要选择 因为当卫放帝有了一个强控制的东皇太一之后 Kero如果真的要依赖一个老夫子大招 或者是配合闪现去单控人的话 容错率有点低 如果要提高自己的容错率 还是要拿自己的招牌英雄干将出来 21场14胜的九成干将和他的名字一般 但是立马换掉 我觉得对于Hero来说 现在其实保住了自己的一个季后赛胜者组的位置 大桥确定了 确定了 确定了 九成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使用过两次 使用过两次 使用过两次的大桥 然后获得了一次的胜率 胜率有50% 也就是说这套体系 他们在训练下都使用过 但是并不能在赛展上完美的发挥 所以今天他们也想用这样的一个机会 来好好试一下这个阵容的一个稳定性 第一次让我们看到大桥的队伍 去跟大桥对抗的队伍获胜的 好像就是Hero久近当时使用的一星吧 当时使用的一星 对着B.A.K.凤梨 对着B.A.K.凤梨 B.A.K.凤梨使用的是大桥 但是我觉得这一场Hero的阵容有意思了 大桥加一个刘邦 这个战场的穿梭性 双飞组合 对 我们今天要在小地图上做很大的文章 这两个人可能会到处穿越 这很关键 因为大桥不仅可以把刘邦传过来 还能把刘邦传走 刘邦可以三线传 对刘邦可以同时到达三个点 飞两次 这很关键 刘邦第一个大下来之后 如果吸收了一波伤害 被大桥再传回家 他可以再二次进场 是的 也就是说对于他来说 刘邦有一个 把他的这个激动的支援性会变得更好 包括像老夫子 这样的一个开团点在边路 既可以单带 也可以来到线上支援强行开打 这也是大桥阵容里面最不可缺的两个因素 就是两个强势的边路代线因素 最初让我们看到的一个大桥站出来的是RNGM 他们这手大桥现在已经成为了众多战队的噩梦 甚至于说跟RNGM在前几周的比赛上都会发现高班率 只有RNGM会出现 以至于打到现在AD超完会这支队伍 不管打谁 大桥我都会放到班位上 所以说已经有这个后遗症 对 而当时的RNGM选出大桥来对阵的是谁 大家可能会认为他对抗的是陈咬金 但据我所了解 除了陈咬金之外 更想要去对抗到的是迎震 迎震第一波大招 放完之后的真空期 大桥可以打第二波 在这样的时间 我可以均匀吸收你的伤害 然后回来之后 其实你们最强的火力点是没有伤害 也就能刚好打到一个时间差 所以说大桥这个体系的灵活运营 也可以在我们的赛场上看到更多的新套路的展现 两支队伍在本届常规赛的第二次交手 微放地第一次交手的时候 是被黑猿酒精打出了一个零风 再回到自己的主场 能不能率先拿下低局的胜利 而黑猿酒精又放出了这样一套急剧战术的阵容 进入比赛 微放地对阵黑猿酒精 请坐好准备 加油 加油 毕丽 加油 毕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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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5的第一局 我是解说瓶子 我是殷凯 看一下前期的入侵 两边的辅助位置 背水一战 这个 立在任何一个队伍的比赛赛场的第一局 我都不想要看到 但是我其实我觉得对于 兰博来说 他见到的这种场面比较多 他并不畏惧 对 大心脏选手 这就是经验丰富的老将能给对带来的最关键的一些好处 不过这只是第一局啊 大家还是要往后看 一道极强的前期阵容 防住黑猿酒精的进攻问题不大 是 一发多啊 这是成功防守下的这一波 但是上路这一边确实没办法 残血的张飞推出了大乔的二技能 并且成功的反掉了对方的蓝buff 这一波黑猿酒精 血亏 没塔杀 还好还好 这边一技能挥出来之后 消主也是回了一些血 这波九成手里应该是没技能的 或者说想要让个人头 但并没有成功的让掉 因为他如果放一个三技能或者一技能 肯定能够把残血的白起给收掉 目前看来双方吧 经济其实一直都是比较僵实的局面 双方其实互有胜负嘛 下路你抓一波 上路我带一波蟹 但是几时地边要有一个很好的推塔节奏了 刘邦已经蓄好了 他都没咬 因为率先被打了两下 这一波如果咬的话 可能会造成一个辅助和边路的蝙蝠互换 是 小角度 这边西西的走位 直接是躲过了赢正的一套大招 这个位置没办法了 关羽也开大了 在回头P虎这边被刘邦套了个大招 高免伤撤出去 回身一个二技能晕一下 关羽现在没有了被动 大招已经消失一个绑 伊瓦多可能要死 可是陈下已经被塔兔给杀掉 东方太一这边也跟上 蓝博这一波大招铺盖全场 将人头比又打了回来 是 收割全场 这样一个横向大招扫完之后 现在人头比来到了5比2 这一波团战打了一个一换三 而在反观几时再带领队友 入侵对方的篮区 但是蓝MUFF让张飞这边成功收下 保护住几家的蓝MUFF 每一支东部的战队 面对西部的队伍的时候 都会把这场比赛当成决赛来打 因为现在西部 每一场比赛 跟东部的东西对抗 都会影响整个东部 晋级季后赛 甚至于保际赛的一个形势 是的 东部别看现在东部竞争激烈 其实西部一定程度上掌管着东部的命运 是掌管命脉的Hero酒精以及YTG 是 我们重新回顾一下这一波 关羽这边想推 但是迅速留帮船来保护 这边还想回家 关羽再次推出来 我们看到优兔几乎成为了电梯守护者 断层了 最后塔兔的大招是给到了陈下的 是 也是等到陈下的那个盾消失了之后 直接做掉 然后嬴政大招跟上 这一波团战阵型打得很好 下路又打了起来 这边直接开了个大招召唤全队 这边九成还差一丝血 东皇太一扛了陈盾的输出 是在草丛里面看到迅速撤退 但东皇太一的死亡 并没有为自己的队友 创造收割残血的环境 现在的几池还要提升一部分的装备 而且刚才蓝博已经输出断档了 没有技能 而且刚才白起也是被打残着 叫掉了位移 没有办法第一时间进场 状态也不佳 就Hero想要抓到一波优势 但是没想到双方都是被打残了之后 大乔回家虽然不满血 但是支援的时间还是慢了一点 所以这条暴君又不好说了 先保一下自己的蓝吧 还是感觉到Hero久竟想要通过这场比赛 来去用实战 用KPL的赛场检验自己的大桥战术 因为毕竟之前的比赛只使用过两次 而且胜率50%不够稳定 这个数据并不能说明什么 既不能说明他们打得好 也不能说明他们打得不好 是这边宁芝开团很果断 刘邦直接穿上来想要强打 几时这边二技能交出去了 现在没有了保命技能 塔图在塔下坐到一人之后迅速后撤 这边还在转血还没有死 刘邦这一二技能没有打到 蓝博残血没死 可是几时他走位过于靠近了 一发多来了一刀直接劈死了 大乔再回头继续顶 城下这边可能难走 这波没推出来 拍马赶到可惜 培青虎身上有个红霸 瞬间减速到关羽这边 没有让他砍出自己的灵性3B 他有自己的技能的减速 还有红buff的减速 双减速 瞬间将一个已经攒好被动的 伊娃多关羽的马腿给断了 这个有点类似于鬼压床 动不了了 你说的什么 好恐怖 马的肢体僵硬 伊娃多太重 好 我看到这边 再回顾一下刚才这一波 强行开团之后 想要强打 对 你看 几时的时候已经没血了 是 而银阵走位过于靠前 被张飞的一个大招 然后吼出闪现之后撤出去 刘邦这一个二技能 并没有超到他 但是几时的位置过于靠前 他其实想要找机会输出 但是自己血量 其实也不是很好 这波银阵其实保下 我觉得对于威方来说 是一个很不错的事情 这一波虽然没有能够杀掉虎 但起码在这一波团战中 还是拿到了优势 没有人敢过去 如果虎的二技能好了 越强打到兰博身上 兰博直接被秒的 然后这边做的张飞很果断 大招扫了很多的血量 直接秒杀 最初这边也放不出大招 大招也没有完全三好 对 他这个续满的时间也没有让他把握好 这一波摇得很果断 但是下路的塔老夫子拔掉残血 直接想要硬推 推掉了 回头一个绑 伊巴多想要突出重围 顶回去 但是落地有一个刘邦 直接顶了一个刘邦 想让老夫子到自己的后排 秒掉了几尺 伊巴多自己也已经阵亡 这波没办法 我觉得这波防守有点靠前了 这个塔实在是防不下来就不要了 强行去防这一波 结果大桥的大招砸下来 他有伤害的 白起支援不到 瞬间集结到人 这个没有办法 这是无解的 无解的 你顶回去一个老夫子 让自己的队友去击杀 我觉得问题不大 但是你顶出去的那一瞬间 你看到老夫子头上冒了一个红光 红光闪过 落地流邦 一下顶回去两个人 这时候几尺心态都崩了 几尺说说好的一个多塔少 下路的伊塔被拔 上路的伊塔还在 这波好像是在的 没了 也被拔掉了 这边也没拔掉很快 因为上路 雙外伊塔都没了 因为一直是刘邦刚在上路偷偷带现 几波他其实并没有在前面召集去支援 一直是给这个大桥给到一个支援点 让他们去威胁 到后面之后发现刘邦的几次支援 其实在挽回团成烈士方面很果断 现在的经济层面 黑热酒精还是搬回来了 在人头比上 威方D还是领先一个 但是因为两座防御塔 导致威方D的很多视野被压制 黑热酒精可以肆无忌惮地进到你的红区和蓝区 再加上大桥这个二技能的保护啊 容错率很高 毕竟关羽他的推没有大桥的二技能那么快 是 他的CD会相对更快一点 除非你大招 除非你关羽开了大招之后那个被动 才会有多次的一个冲击 是 但是你为了一个大 去撞你家一个二 要看是不是关键性的团 这边塔兔走进来了 想要咬 但是站在前面的是一个张飞 不是塔兔他走路的时候 你看都不在拐弯 他就是一直直直走 就我盯到你了 就让人感觉他好像就是要咬 这边打到空掉了 这一个没有打到 可是反手咬到了一个带来免伤的刘邦传的老夫子 是啊带来一个怀孕的老夫子 带来一个刘邦下来两个人张飞开大 吼一手 关于轩鱒拿回来 关于宰拉 不过有技能可以解掉 回头能不能帮助队友顶一下 这一刀没有劈到裴晴虎裴晴虎 裴晴虎 秒掉了塔兔之后 几池叶阵亡 黑热久禁 目前正面一个人都没死 而未放弃已经倒下了两个 是我们刚刚看到西西一个二闪 也是有一定的法穿伤害 致敬橘子 直接炸掉了李源芳 这一波一下子拿到了人头树上的优势 这是一个一换二 支援迅速刘邦过来支援 打完龙之后把残血传回家 然后自己配合队友入侵威放帝的蓝buff 把蓝buff反掉之后再回头杀一手蓝薄 蓝薄阵亡 现在对于威放帝来说局面非常的危险 他们不能再去正面这种打团了 是正面如果强行接团的话 现在感觉很难受的是什么 每一次hero给你打 他们其实不管是被动还是主动 只要有传送在就是多大少 而且你这个技能cd你很难算 原来只要算一个刘邦 或者说单独算一个大桥 现在两个人都在 只要有一者相存 机会让威放帝摸不清头脑 孝竹上路扛两个坦克的压力 西西已经13级 手塔问题不是很大 上路一个手两个 但是刘邦可以瞬间传走 所以正面的主团战依旧是一个正常的人数对抗 最多是个4打4 这波现在野区压制的也很凶 两边边路到位 这边老传了很快 又被秒 这场比赛一挖多的关羽根本跑不起来 能放出一个大招已经是极限了 而且这个刘邦幾乎是满血 而且我觉得西西应该是一个处女的 追求完美的男人 就是必须得回下家 必须得回下家 我感觉不回下家好像浪费了这个技能 刘邦的技巧 为什么说刘邦落地之后 可以直接断掉关羽的腿呢 他在船的瞬间 可以攒2技能 可以攒着2技能不放 然后落地可以直接晕人 是 就我们刚刚多次看到就是 刚刚东皇太爷打到人 这边强行刘邦就飞你老夫子 或者是老夫子抓住关羽之后 再刘邦飞你老夫子 永远是多打少 怀孕式的操作 他飞老夫子有一个好处 老夫子2技能免伤 加上他的免伤 基本上不掉血 你看东皇太一 在刚才中路的那一波咬老夫子 老夫子身上 没有看清是不是开了免伤 但至少那一吨伤害是完全没有生效 而且下来还有一个巨厚的盾 对 本身刘邦的护盾 也能抵消很多伤害 西西现在为所欲为了 又是这两个人压着孝主 是 是 孝主现在是怎么孝 都没办法把对面这两个人主了 孝的嘴都抽筋了 没有办法 下路也在压 这一波是上下两路共压 中路配金虎把线带过来 Gear9进开始做兵线运营 把三路的线同时运到之后 开始拔塔 这边西西开始做到了速击之枪 应该是要最后补到一个墨市 塔兔这一场咬不到人 你看陈佳在做什么 陈佳说我这一场可不是陪金虎 我这一场是个射手 他这一条是两个陪金虎 大家就走了 塔拆掉了 人也离开了 这一场把陪金虎当个射手去打 前排让老福子 让刘邦 让张飞去站着 塔兔现在不管你要咬谁 你都杀不掉 你现在感觉就像个游击队一样 感觉哪要开打了 兄弟们摇人过来 然后一群人过来 打完了后迅速 对吧 杀人把打迅速回家 继续看 魏皇帝开不了 队友不在身边 所以老福子这一波 没有放大招去绑一巴多的关羽 蓝马夫已经再次入棋完毕 现在几乎威方帝所有的野区 都已经沦陷在Hero的铁蹄之下 9000经济的压力 对于威方帝来说 这一场比赛 能够守住自己的高地 就已经非常不易了 更不要说往外处去打 是的 现在塔兔做到了漩魔之怒 尼巴多也现在没有了 到对方后排的一条路 他只能在正面去引 你没办法 大招飞出来 这波咬到培金虎了 培金虎阵亡 先杀一人终结 但是这边也逃走到 还可以鸟掉大桥 又是一刀 这波Hero在推下塔 所以正面团战人不够 围方帝也是抓住你一个空气 其实刚才Hero的一个打法 就是把二技能扔在你的脚下 我去拔你的塔 你是没有办法 对我前面的两个前排进行消耗的 在你没法消耗之后 两个人迅速回家了 但是其实我觉得 这个是不那么好的一个操作 两个推塔 就是Hero究竟想要用命去换塔 但这波换完之后 威方帝可以占回一些主动权 下路的兵线关羽去收一下 没办法 这波要强行推到敌方中路二塔 拿下了 二塔推完再入侵对方的蓝buff 然后再进红区逛一遍 把Hero究竟经济稍微能拿的拿一拿 马上 将整个经济从9000拉到了5000 再过10秒 竹在刷新 他们能不能再次占据视野去拿到这样的优势 现在迎来了威方帝的翻盘点 在刚才那一波 大桥双上去的瞬间形成了一个多打扫 没辙下路刘邦在 然后裴晶虎被塔兔抓到 要我们说的 这场比赛裴晶虎能被塔兔抓到 塔兔的鼻子得有多灵啊 或者说裴晶虎的走位 确实是有一个大的失误 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 就是去抓你这只老虎 毕竟今天两支队伍是一个龙虎象征 看到了这边 还要咬 又是裴晶虎 大招坐下来没办法 陈下在这个位置走进去太不理智 两个人可以进圈回城 但是要丢掉这条龙 还没走出去 明知还有半血 想拉出来 没拉到 老夫子走位还是有一点点 那这一条主宰就让给威放帝了 威放帝似乎要迎来自己 关键的翻盘局面 但是张飞这里手里有大招 想尝试的吼一下 并没有成功的吼出来 威放帝拿到了主宰之后 回头陈下是不在的 所以正面团战 大小也不敢放大召集队友 对因为豆和孝主两个人 刚才的控制非常的给力 两个人几乎拦住了刚才张飞的一切动作 只要你动 我就推你 我就拉你 推嗓拉扯 在这种局面之下 威放帝找到了自己节奏 拿到了主宰 塔兔醒了 连续咬两次赔金虎 但是陈下不能迷拉 其实陈下刚才是一个走位靠前事务 在没有失业的情况之下 抢到 蓝buff还顺利的给到了赢阵 是 这是一个再完美不过的结局 对于威放帝来说 现在他们的士气逐渐回升 经济拉到了三千 刚才我们说什么 刚才是九千 现在立马六千 这边先拔一塔 都让他也坐到后面的大乔 塔不在啊 这一波老夫子可能要死了 他一丝血在顶一下 秒掉了凝枝凝枝阵王 甚至因为都还调整了他角度 这一刀必须劈到你 大乔这一波大招 也没有能成功的召唤回张飞 中路的白起把兵线带着 Hero现在只有四个 而威放帝五人近在 时间来到了17分50秒 威放帝的龙已经来到了Hero久经 下路的二塔位置 开始拔塔速度非常快 现在又连续破掉了下路的二塔 威放帝在发育到后期之后 嬴震的伤害现在有了较大的提升 配合到李源芳 拔打速度非常快 再拔关羽进去 目的就是干扰对方去守住 而这边咬到了大乔 好大乔现在速度不够 闪现交出去 培金虎身上有复活甲 想要去粘人 秒掉东方台一 东方台一阵亡 没有办法站起来 身上没有复活甲 而现在白起的血量也不高 威放帝选择了一波撤退 但是拔掉了Hero的中路的高地 不得不说 刚才张飞那一波站位的选择 其实是给了救生大乔最好的保护 最后这一条黑暗暴君顺势拿下 小竹 应该是有这霸子中装的 是的在这种情况之下 其实他可以更快的游走于 上路和中路的两条兵线 在刚才的推进情况下 他们主动的入侵了中路和下路的中路二塔 而上路的这个兵线 是自己带掉了上路的二塔 九折教练现在眉头紧锁 神经有些紧张 看出了整个局面的不对 第二阵九折现在已经没有优势了 其实在场下的教练 我们看到他是戴一个耳机的 对 是可以听到队员们的交流的 但是他并没有办法去传达给队员信息 这个时候他只能在底下为自己的弟子召集 一会看看接下来第二场会怎么调整 我们先来看这一局僵持到现在已经19分 将近20分钟的一个时候了 目前联赛 中路选手第一场最高输出和第二场最高输出的两个较量 而且双方各胜两个高地 但是这场比赛 九成的这个英雄伤害量 仿佛并没有蓝博打得高 他是一个功能性的 他是一个功能性的干扰性 然后是一个功能性的一个传送 但大乔这个英雄是这样的 就是你感觉他没有什么伤害 但是他这个时间拖长了 拖着拖着其实伤害也大挺高 因为他技能基础伤害很高 而且技能的本身又多 没顶到 这边大乔在上路开了一个大招 想要去抓白旗 但是效组非常灵敏 果断地交出自己的大招当闪现使用 而中路再绕过来想要包威方帝众人 这一波威方帝没有打出去 被Hero久禁把兵线全部运了过来 刚很有意思 其实威方帝想在野区的位置进一个多打少 大招这个关羽的大招一放 九成的大招就放 瞬间这边去想要一个反包 但是威方帝的一个撤退意识非常的快 这边迅速 包括一个没有后退阵的东方太医度 这下有一个大小的二技能 短他一做到 没办法 嘲讽 金身 再躲一个大招 再招回来两个满血的老夫子和刘邦落地 回头冲出去打 而伊瓦多现在已经深入敌群 身上有着复活甲在 队伍应该是救不了他的 没办法 跑不出来 马腿被断 孤身直入敌军 一个一打五还杀掉一人 这一波打完了之后 是打了一个一换一 是 就是在刚才的一个队阵中 大小的一个大招扔在前面之后 一定程度上逼迫 威方帝不敢靠前 但光源已经冲出来了 有的时候这个马蹄是受不住了 是 他箭在前上不得不发 他冲出去之后 自己的队友肯定不能去 如果去西西和宁芝 这两条边路再次传送到战场之后 你会发现 会形成一个包夹之势 是 而威方第五人 就会全部陷入其中 而且他现在需要做的就是 进举之后 把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全部完成 是 这个场面我们之前在 下落红buff野区的时候 之前看到过 这边 朱宅的血量掉得很快 已经减半 还拍完了 拍完之后没有Rush 这个没有大盗 再回头贴脸扫出一发大招之后 发现赢阵的伤害不够 因为有着双面伤 或者一个二技能控住了双C 关羽这一包冲出来 一个一技能并没有顶到刘邦 而正面 白旗已经被佩晶虎黏到 应该是死了 这一波 主战场想要去秒掉大乔 几池立功 杀掉了对方中路之后 佩晶虎身上现在是有复活的 而李源芳现在身上也有复活 可是队友已经全体撤退下落的兵线到来 必须逼迫着威方帝回防 这边几池已经无力回天 没办法 换掉了凝池的一个复活 在刚才那一波团战中也是看到 其实张飞被耗到残血之后 被大乔的二技能传回城 回来他的一个二技能反而保护了大乔 就是关于那一刀并没有将其劈死 这一下我觉得两个人互相辅助 相辅相成 就是大智兄弟的一次配合 西西落地之后的那一下二技能至关重要 直接晕到了双C蓝博和几池两个 而迎阵的那个大呢 又是被西西刘邦的大招传到老富子身上之后 导致迎阵几乎没有打出任何的伤害 这一波西西的二连操作非常棒非常亮眼 而且我觉得两队在刚才那一局的交锋中 我觉得真的是互相有那种临时的即兴反应 刚才老富子大招控掉之后 塔兔其实很果断的去做上去 之后没发现又是个怀孕的老富子 因为天上又下来了一个流氓 身上那个护盾又拒后 还二胎 没办法 再现一次 这很可怕 老富子本身二技能 就已经能够让对方 让自己怀孕一次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种强行开团的伤害 在短时间内没办法完全打出 包括迎阵的大招甩在他身上 尤其那个减伤程度 感觉没有用 这我第一次感觉到迎阵的大招伤害没有伤害 大家可能有的时候会觉得 威方帝这套阵容为什么不敢冲出去跟Hero酒精打 其实我们知道 有银阵有李元芳的阵容 非常适合平推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冲出去了 又是一个大招传下来 但是回头顶回来的是一个张飞 张飞吼了大招一下空住了三个人 下了两条龙在这里 拦住了去路 现在李元芳没有办法把输出全部打到对方的英雄身上 因为龙在这儿 还需要去清理兵线 可是最后一发普通攻击还是秒掉的最初 继续杀又秒一个刘邦 双前排全部倒地 即使有复活也很难对抗 最后一波大招 灰月自己没有回去 没办法了 没办法了 这一波我觉得打完之后 两边互有交手 刚才Hero这边其实打得很出色 把威方帝限制在刚才那个地形区域 他其实两个输出位没有办法打上支援 但是我们看到两个人站出来 一个是校主 一个是约豆的关羽 这两个人一个一拉一个一推 全部都是打中三个人 必须得说这一波团威方帝 几持在没有输出环境的情况下 我们来回顾 强行输出 基本上 两个C位其实都在靠后的一个位置 并没有打 是一个击打几 是一个四打五 这是一个四打五 李元芳基本没有输出环境 你看走了 去清中路的线 而正面张飞吼到三人之后 就是这个瑕口 关一下 这一下三个 四个人 回身之后 又拉到了三个 紧接着关于又一刀 又一刀 又一刀 继续三个 站起来的时候已经是黑血 开启自己的一个辅助装备 救赎之意 救赎之意 又顶了一顿伤害之后 裴行户已经残血了 而这时候九神想卡一个走位 进去的时候已经来不及 再交辉月 发现为时一晚 而且闪现过来的时候 想叫大招再次来一波支援 也没有办法 这一波也是看到双方即兴反应的一次 互相操作 刚才也是 一个是我觉得 这个 穷扣墨追 追得太紧了 反而在一个狭口葬送了自己的大好局面 就是两边双C 就是双边都在这场比赛当中 强行carry了起来 希希的刘邦和宁芝的老夫子 刚才凯凯说的怀孕式打法 让威方帝塔兔也好 还是孝主也好 都是苦不堪言 又打了起来绑住了孝主之后 孝主这边可以用自己的被动回一波血量 冲过去直接抢咬 但是飞回去了 但是原地又来了 这怎么办 直接得出了塔兔 正面孝主有一个复活甲大招当闪现撤退 没有办法 你这样强行打的话 这一波其实对于威方第一选手的心里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刚才本来是把伤害打足了 能够秒掉一人 瞬间残血撤退了 上路的超级兵 已经来到了高地位置 强行打了一个零换一 这边又来了 正面少一个人塔兔不在的 少一个辅助没有硬控 关羽这边没有被绑到绑到的是孝主 正面二技能希希 遇到了两个回头一个超风 摆起潮到的人 但是现在输出不够 引阵大刀已经扫了出来 账飞再吼一个大 继续用前排扛住伤害 一波多现在身上已经没有了复活甲 正面因为Hero久经所有人的血量不是很高 所以选择了一波后撤 我们看到刚才Hero久经在这一波进攻的时候 比较着急的在于什么呢 他的二技能他们一定想回去 因为大招已经甩出来了 但是这波大招其实在前期用过之后 后面就没有机会了 所以后面再回去二技能之后 你会发现现场是少人的 所以必须撤退了 我觉得这个大招其实会有一点点早 是 而且刚才塔兔快要复活了 是 如果你不走 你就走不了 对 你就走不了了 最起码得断个胳膊 对 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 尤其塔兔这个性格 刚才孝主以及Evador的配合 这一局比赛看到了 已经孝主是做了什么 大家可能觉得孝主不就是冲上去扛个伤害吗 孝主已经用自己的肉体挡住老夫子至少三个大 是 这一波挡住三个大 我觉得可以把它称之为 威方帝的上路高地塔 就在高地这个位置 他人形高地塔 对 他如果不挡 如果绑中的是Evador 那就是毁天灭地 全家爆炸 但是他这波挡住了就不一样 你不可能把所有的伤害打到一个白起的身上 如果你要打白起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希希要上 意味着宁知自己要上 最初要上 三个近战你跑到孝主身边 孝主那血量回的不要太高 是 现在Hero又开始打一个主宰 其实刚才我们已经想到了 白起的大招的名字叫嘲讽 就是让你来打我 是 定位就是你打我 我们团队会有更大的收益 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做的很出色 但是这边Hero伤害很高 陪你我现在状态很好 主宰拿到 主宰拿到 但是这条主宰对于威方帝来说有压力吗 我觉得没有 因为自己一直都是超级兵 又感觉自己都差不多 是 都一样 你如果变成主宰先锋 你就一个目标 是 你如果是超级兵 你是三个目标 但是其实他自己的超级兵 只有中路一路嘛 是 相对来说 还是需要去再加把劲 看能不能再拔掉一路 但这边随着兵线逐渐入迁 双方的一个经济 已经溢出太多了 还好中央的防御塔的血量还不错 目前要拼一个复活甲的状态 但是对于大潮来说 他其实是一个移动的复活甲 时间已经进到了28分半 这边下来直接做 冲过去想要秒掉 但是打的是个老夫子 这一波塔图又没有咬中对方的C位 可是我们看看关羽 关羽这一波想要去杀掉 可是被陈下反杀 少了Evadore的关羽之后 这一波团不好打了 陈下这一波飞檐走壁 紧紧跟上了赤兔马 速度非常快 并没有脱节 并且把自己输出打出来 关羽这一波不在之后 这个复活时间一点长了 看看 住在先锋出界过来 不好打了 这一波难受了 中路的塔应该是保不住了 就裴心虎现在无兵线 用二技能扛着防御塔图可以强打 因为绑住了塔图 塔图现在身上是没有大招的 想要去抢咬 但是无奈没技能 这波传走了 但是并没有成功的杀掉 回头咬一手 咬到了这个张飞 张飞现在手里是有大招 吼一口 配合自己的队友去抢把水晶 有兵线 让我们恭喜 HERO就进 拿下第一局 这一局 也是看到双方 互有胜负 在这个团战的一个操作上 但最终 HERO在打这种持久战上面 更有优势 HERO久进 久进 就是打得越久 越使劲 久就对了 好吧 确实 这场比赛将近30分钟的对抗 两边队伍可以说你来我往 打下了主宰一只手 应该也是数不过来了 但是威放D这一局已经表现得很棒了 这刀阵容他们适合什么 适合打线上品推 适合打那种经济压榨 适合打我比你高5000 我可以压着你出不了塔 压着你喘不了气 但是当威放D被压制的时候 他们就会变得非常难受 更何况上下两楼的高地打被破 持续的超级兵的压力 让几池也好 让蓝博也罢 都必须留有技能给到线上 是的 在这样的一波精彩的交锋之后 你看到双方的数据其实也非常的爆炸 是 我们一会看到那个具体数额值的时候 就看到他们两个人真的居高 但这一波不得不说 大乔的在Hero9000运用 还没有到达顶级 还有一个上升级 看看这两个顶尖中路的伤害量差了多少 一点点 毫厘时间 一个220560 一个213514 你再看看这两个打野位 188和199 是 一个18.8万 一个19.9万 陈将他在后面的一个对决中逐渐觉醒 前期的时候 他会有中路的时候有一点点着急 但是后面那波关键的秒 叫一波动之后 奠定了团队的优势 我觉得这是他关键时刻站出来 为队伍拿下胜利的关键点 虎形态去追马 是 仿佛动物事件重演 在非洲的大草原上 有一只小老虎 对 对 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